历史剧是国产剧的一大特色,它通常以真实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,经过一些历史资料分析、研究进行故事再创作、艺术再加工,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社会面貌。 从电视剧发展至今,历史剧仍是国产电视剧中的一大板块,并长期代表着国产剧的顶级水准。 其实我们国产的历史大剧,还有历史人物转迹篇,其中最出色的就是汉武大帝、康熙王朝等等。 陈宝国老师和陈道明老师演的汉武大帝和康熙大帝,都让人心生仰慕,将历史上明君的风采展示给了观众们。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历史人物传记篇,不是这些皇朝帝王,而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传奇女子。 这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是李清照,她堪称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才女,而这部历史大剧的名字叫李清照或者是清风凝月佳人。 简单来说这部电视剧就是历史上的著名女子人李清照的人物传记,据悉整个拍摄过程堪称命运坎坷,在长达两年的拍摄过程中,不但剧情多次删减,即便是片名也为了通过审核而无奈更改。 虽然2007年就已经杀青,但是至今日这部电视剧依然未能与观众见面,轰动一时的历史剧无法播出,肯定有其自身的原因。 但是至今日已经被封杀超过了十年的时间,至今没有解禁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,对公众来说自然会感到一头雾水。 《青丰明月佳人》这部剧一公二十八集,有舍颜导演,大美女韩在芬饰演李清照,余阳饰演赵明成,马苏饰演一代,宁记李诗诗,吴马饰演蔡经。 这部剧就是讲述李清照的一生经历,他作词的生涯和他的情感生活,而他和赵明成却成了对苦应冤养,二人情投一合,难和父辈却正志不和。 李清照完景颇为凄凉,出事后,看着国家落魄,千疮百动,下了豪言,生荡做人节,此以为鬼熊李清照那时候给女人长了不少的脸。 面对第二任丈夫张汝舟的欺骗,她果断修掉了张汝舟,全程议论纷纷,很多女人都感叹,真是女中豪杰啊,她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修掉丈夫的女人。 这部剧除了李清照和赵明成的感情线,还有一条便是宋徽宗和李诗诗的千古其恋,在这部剧中我们能看到,马苏当年还十分青涩稚嫩,但他饰演的李诗诗一角还是比较走心的,造型上也比较贴合原著人物,能够去抓住观众的眼球。 如果清风明月家人杀亲后就顺利播出,或许马苏肯定比现在还火吧。 看完之后,不少网友表示,可信了这么好的一部剧,能播出一定追,那么,你对这部剧什么看法呢?